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0年6月5日,星期五的早上11點就在這裡拍片 跟大家分享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現在在走什麼浪 恆子看到五月尾的浪 現在在走三浪的五浪,這裡是1,這裡是2 這個位置是3也沒有完成 3裡面是5指浪,看到是1,2,3,4,3,4,5 所以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是3浪,這個位置是2浪 這裡中間的五個浪只出了1,2,然後這裡是3浪,4,4浪收在5MA下面,然後5浪收在5MA上面 那就是5浪已經開始了,所以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應該 今天至下星期一,甚至星期二的走勢都是向後的 這位置就是24,600多的位置,這位置是24,600多的位置 這位置是24,900多的位置,或者5浪到24,800多的位置 再有一個比較大的碼 才會完成這個位置開始的 1 2 3 4 5 到時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回圖 如果是這樣看 最後可能是25000左右 就完成了這一層 暫時是這樣看 看看標本58指數的走勢 日線圖也是收到在5MA上 日線圖的升勢沒有問題 上次說過 如果站到0.382這個位置 在沒有收在5MA下的情況下 就去3158這個位置 現在還是去這個位置 所以走勢還是向上 這裏看見到是周線圖 如果這裏是一個反彈 有機會去到3135這些位置 以上的位置是阻力位 如果這個星期是收到在上面 就會看回這個頂位 如果收到在這個比例上 就算下個星期才收到在上面 就算下個星期才收到在上面 依然可以看回這個位置 除非它碰到之後 即是升穿了之後 收到在下面 就比較差 可能會看回5MA 看看5MA收不收到 就算下個星期 如果5MA收不到 就算下個星期 就算下個星期 如果收到5MA 依然可以繼續上 這個比例上 而又會嘗試上頂位 要留意的就是時間周期 這個位置跌下去是跌了5個星期 如果是一個反彈的話 其實反彈這個5的周邊的數目 都是差不多 比如說3 35和8 這些都是5的周邊的數目 即是跌了5個星期 如果是一個反彈的話 它是會反彈3 35或者8個星期 它現在就已經是反彈超過8個星期 看到是反彈了10個星期 即是已經是排除了它是一個反彈 所以這個比例 參考性也會低一點 接著它應該在下個轉折位 就應該在13 即是它跌了5個星期 然後有機會升13個星期 甚至乎是21個星期 這個星浪 現在就去到第10個星期 所以這個高位 所以這個高位 應該是 假設下個星期都是陽速 高位可能就是 11、12、13 三個星期後 就會有機會出現一些回圖 看看它三個星期之後 去到什麼位 可能到時就會出一下周線圖的音速 才有機會再上 看看恒指現貨 恒指現貨 恒指現貨 昨天是試過3MA 但是收到在上面 所以日線的星浪 還未確認是轉的 都還在星浪之中 今天又再試過3MA以下的地方 今天還未收市 所以其實3MA以下的地方 甚至乎和5MA 都是一些屬於支持 屬於日內的支持位 如果它收市 能夠收回在3MA 上面 又利好下個星期的走勢 看到STC慢線 其實都還未上去 所以依然是 應該是有上升的空間 就是24885.89MA 日線圖 看看這裏是道指的走勢 道指見到日線圖 它之前就是走一個 1,2,3,4,5 然後走一個A,B,C 然後走一個A,B,C 完成了一個循環 現在又是走一個 1,2,3,4,5 這樣 這個重點就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 在這個浪裡屬於一個3浪的位置 3浪不可以最短 所以如果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是升多過3浪的話 這樣 它就會 排除了這個3浪 這個如果不是3浪 它就只會是一個1,2,1,2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只要升多的時候 它就可能是一個3浪 即是這裡是一個1,2,3 那在什麼情況下 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那就要量度一下 這兩個浪的比例 先拿一把尺 先拿一把尺 如果這個位置 在這裡開始的這個浪 升多過 就是升多過 26708的話 如果這個浪 升多過26708的話 這個浪 就會變成最短 就會在這個整個浪 在這個位置 排除了三浪 如果是升多過這個位置 排除它是三浪 那就是三浪 就在這裡 即是這裡是一個1,2,1,2 3,4,3,4,5 這樣的走勢 那就是三浪 也就是走到1.618 簡單來說 就是當 26708 一星圈的話 下個位置會看27749 這樣 就不用站在上面 總之一星圈的話 就已經是 可以說 理論上應該是去到27749 中間是有 1000點 這個導致 這個位置 一星圈就有1000點上 就是這樣的看法 但如果沒有星圈呢 如果這位沒有星圈的話 這個位置 就可能是一個1,2,3,4,5 這樣就開始回圖 就是這樣 當然如果它收回 在日線的3Mbps 如果它收回日線的3Mbps 如果它收回日線的3Mbps 甚至是5Mbps 就應該會開始回圖 這裡的回圖 當然也要看著 有沒有升穿 剛才所說的那個位置 這裡看看上證指數的走勢 上證指數 看到今天是試回日線的5Mbps 但是還沒有收市 如果收市能夠站在 日線的5Mbps 那也沒有問題 日線的先浪 也是可以繼續的 所以今天其實 逢是跌穿5Mbps 之下的位置 都是一些屬於日內的支持 看看它收市能夠收到在5Mbps 如果收市能夠收到在5Mbps 下個星期的走勢 下個星期的走勢 都是向好的 這裡看看恒指的周線圖 它的轉向位 其實是上星期 即是它轉向轉了一個星期 看到這個是轉向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星期 轉向了 就比較少 很少說一個星期又再轉向 都覺得下個星期是可以再升穿 今個星期的高位 無論是先跌後升 還是直接升上去 都覺得下個星期是可以再升穿 今個星期的高位 那這裡看看黃金的 走勢 看到黃金的周線圖 上段影片所說 黃金上個星期是收了在3Mbps下面 已經是轉淡 今個星期也是升了一點 然後跌了幾十元 應該是高位 先看看高位 高位跌下去 跌了五十六元 五十五元左右 也算跌得多 而且走勢應該還沒有轉 還是繼續看淡 還是繼續看淡 周線圖 就是逐漸縮窄 所以下個星期也是繼續看收縮 即是繼續向下看 如果要數裡面的浪 應該是走向下的3浪或C浪 即是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A 這個位置是B 這樣 就會走向C浪 可以去四小時圖 那裏看看 那裏是有一個關係 即是這裏 應該是跌下來的 就是 先假設它是A 普遍一點 假設它是A 然後呢 後面就會是一個 B B A 然後這裏是B B 然後這裏是B C 即是這個位置這樣 加上是一個B C 即是C 即是C 2 3 4 5 這裏是A 即是A 即是A 然後 B的A B的B B的C C C1 C2 C3 C4 C5 那這個看法 什麼時候會排除到呢 應該會 應該會 應該會是 站穩 站穩 這個位置 即是1722 1722 如果站在這個 4小時圖站在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看法就會 取消 否則一直是向下看的 向下看 可以找一些目標 目標都有幾個 目標就是 1630 其實我是看三浪的 即是下跌三浪 下跌三浪去到1.618 比較普遍 所以 就看1630 也有另一個 度法 就可以去回 4小時圖 日線圖就看到1630 看看4小時圖 由於這裏是一個A B C 即是B浪的 終點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就會是 用這裏 去比較 由這裏開始的跌浪 所以 量度的方法 就是 量度方法 應該可以是這樣的 假設它是3浪 就是1.618 可以去到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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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 加上剛才的位置 就是1630 如果是保守一點 就是1650 1650 1630 和1606 和1606 有這三個位置 主要就是看這三個位置 黃金 就是這樣看吧 看看 原油的走勢 原油 因為 美股 都比較 看好 所以 原油 調整 都比較小 對比起 升幅 都比較小 去不到20% 去不到20% 即是 這一浪 有機會還未完 因為 這浪 完 就會調整 0.2-0.380 中間的位置 即是 看看哪些位置 會有 比較大的 阻力線 應該是有 這條MA 日線 那條MA 我猜是 40元 接近40元 那些位置 就是有 阻力線 這裏也可以說一下周線圖 MACD和平均線之間的關係 即是 當它在 MACD在紅區 假設它的勢頭是在上去水線 也代表了它的價格 是有機會測試55mm 因為水線的位置 相當iel 使用這樣 就是 55mm 所以 55mm 在這個位置 不排除它可以直接 每週的 可以直接 purchase Eagle 因為55mm 現在是49-48元的位置,可能要去到8元,即是連續8支揚粟 這樣才有機會停一停再做二浪調整,即是三四五六七八,還有兩個星期 慢慢地上去,高維吐也不會太多,暫時這樣看,因為他比較低,還是-600多 距離0的位置還有很多,很遠的距離 所以短線可以配搭這些相對低位,可以暴處 看看他也下過相對低位,15分鐘的圖 看看哪個圖還沒下過,因為太久沒下過水線,有機會下水線 看看他,小時圖也下過,小時圖也下過水線 水線以下就是一些看好的位置 看見四小時圖,這個位置也是比較漂亮的一些入市位 日線圖就似乎是等一段時間,因為漂亮的入市位就在這裡 看見四小時圖也下過了,不知等多久才會再下水線 就是這樣,要等這個位置結束 要等這個位置結束後才會有機會再下水線 暫時留意著他的5MA,還是黑色那條 如果他再次收在5MA下面,那就應該差不多是調整的 如果他再次收在5MA下面,那就應該差不多是調整的 看看德國的地區 看看德國的地區 這是周善圖,看到他的走勢 就是先以時間轉接去看看 看見他升了,這個位置升上去 升上去,升上了11個星期 還有兩個星期,似乎是還有兩個星期 才到13個星期 才有機會出現一些大的轉向 看見他的MACD也是在上水線 還沒有上去,還是負200多 還沒有上去,所以依然是有上升空間 上升空間也比較多 看看他的比例 在日線圖就找到112浪 可以用它來量度4.236的極限比例 看到4.236的極限比例 因為它已經站穩了2.6.8 所以就向4.236的極限比例 即是比較大機會是升到這些位置 才有機會轉向 這些位置是13271 所以德國的DEX數是 應該在沒有收在日線5MA的情況下 沒有收在日線5MA之下 應該可以去挑戰13271的極限比例 看到它從這個位置升上去 也是能夠保持十多天收到5MA 看到是19日 全部都是收在5MA上面 就是這樣 今天這段影片就錄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讚 訂閱頻道可以訂閱 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支持我的Patreon 也可以追蹤和分享 我們星期日再見 拜拜